哈喽大家好 你不看过今天的视频可能永远都不知道 把红糖水的里面打入一颗鸡蛋 然后把红糖水给它倒进面粉的里面 用筷子搅拌均匀以后 瞬间变成一道美食 碗中我们倒入60克的红糖 然后再加入260克 38度左右的开水 然后再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把白糖我们给它搅拌至融化 一定要多搅拌一会儿 搅拌好以后 把红糖水一定要给它晾凉 如果不放凉的话 以后我们放入酵母粉的话 就会把酵母粉给它烫死 放凉了以后 我们再准备一个正经的阿姆鸡蛋 把鸡蛋在碗上磕破 磕破以后 把鸡蛋给它打进碗中 然后我们再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让红糖水和鸡蛋液能够融合在一起 大碗中加入300克普通面粉 然后再准备3克酵母粉 酵母粉用那种耐高糖的 普通酵母粉不可以 然后再用筷子搅拌一下 让酵母粉和面粉能够充分的 融合在一起 这样一会发酵的时候会发酵的更好 搅拌好以后 再把我们准备好的红糖水 慢慢的都给它倒进面粉的里面 然后我们再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这里搅拌的时候 一定要多搅拌一会儿 我们一定要多搅拌一会儿 把面粉搅拌至没有干面粉的状态 并且里面没有颗粒 像我们视频中这样非常粘稠的状态才行 然后再盖上一个保鲜膜 给它醒发一下 醒发至两倍大 大碗的里面 我们准备适量的红枣 红枣的表面有褶皱 并且坑坑洼洼的 里面藏有很多的灰尘 直接用清水洗的话 是洗不干净的 所以我们需要加入一勺面粉 然后我们再加入没过大枣的清水 再用手抓拌一下 把面粉给它搅拌化开 然后浸泡个五分钟 五分钟以后我们再来清洗 这样就能够很好的把红枣清洗干净了 清洗的时候多换几次清水 一直把红枣给它洗至很干净的时候才可以 清洗干净以后 把红枣给它捞出来 放到案板上 我们给它切一下 从中间切开 一分为二就可以了 红枣糊不需要去掉 而且红枣不需要切得太碎 红枣全部切好以后 放进碗中备用 40分钟以后 我们的面粉也已经饧发好了 饧发的面粉表面有很多的小气泡 这样一会做出来才会更好吃 如果你不追求外观的话 这个时候直接放上红枣就可以蒸了 但是我是做视频的 喜欢装插 准备个蛋糕模具 然后刷上一层食用油防粘 再把我们发好的面糊 全部给它倒进这个蛋糕模具的里面 我们再给它端起来轻轻的震几下 把表面给它震至平整 震好以后 再把我们切好的红枣 一个一个的都给它摆进来 外面摆一圈 然后里面我们再给它摆上一圈 不需要盖保鲜袋 直接端起来 准备一口锅 锅中我们加入清水 然后开大火烧 把水烧开 水开以后放上蒸隔 然后把蛋糕模具放上来 盖上锅盖 开大火蒸 蒸15分钟 时间到了以后 我们先不要开盖 再给它焖5分钟 直接开盖端出来的话 一会就会缩回去 时间到了以后 我们打开锅盖 真是太漂亮了 而且闻着就特别的香 整个厨房都是红糖发糕的味道 用手按压一下 能够快速回弹 说明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给它切一下 切成我们自己喜欢的形状 这样一个轻轻松松 简简单单的红糖发糕 就美味继承了 我们这样做的红糖发糕 里面满满的都是小气孔 用手按压 蓬松又渲软 而且外面的形状 看着也是特别的好看 又有食欲 这样做的红糖发糕 吃起来一点都不粘牙 赶紧学会做给你的家人吃吧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大家喜欢我视频 帮忙点个赞 或者转发一下 谢谢大家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